看看新闻网 一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 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总览全局运筹帷幄 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新局树新风 以扎实稳健的举措 锐意改革的精神 向着实现中国梦的目标 迈出了坚实步伐 一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新面貌 改革攻坚实现新突破 民生改善局的新进展 党风正风展现新气象 长风破浪会有时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中国号巨轮又将开始新的航程